正如你所见 我来到了一片充满丧尸的大陆 这里似乎发生了什么灾难 感染者异常狂暴 就连动物的体内 似乎也存在着某种病毒 通过前辈的日记 我了解到 这些丧尸每过十天 并会进化一次 甚至最后还会拥有自己的思维 而我要做的便是抵挡失潮 探索遗迹 修建庇护所 并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一百天 怎么样兄弟们 我的片头是不是很有逼格 快夸我 快夸我 好的兄弟们 我们的新一系列 僵尸启示录 这是一个很老很早的整个包 难怪是第一次玩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 就来录僵尸启示录 刚进到游戏 我们在这边已经看到了 两个僵尸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光顾这唠嗑了 我们现在是手无寸铁 这边有很多房子 我们可以先进房子里边搜挂一下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 称熟的武器 武器是至关重要的 这边有个箱子 一把木剑 一把木稿 还有一个弓箭 虽然说这些工具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 起码有了防身的资格 对吧 僵尸过来 我们可以和他打 这边的工作台 我们先带走吧 我们现在没有斧头 在这个系列里边 没有斧头 撸数是特别慢的 所以这工作台带走 活巴也顺手带一下 二楼也有一个房间 二楼好像只有一个床 那这个床的话 我们可以带走 还有一个书与笔 这个东西 一般都是一些废话 所以我们不看野霸 这个床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定居 我们之前玩 末日系列的话 我们往往是第一天 就开始搭建庇护所 找一个防身的地方 但是我们这一期不一样 因为这个地图里边 有很多建筑 需要我们探索 所以我们前几天 趁僵尸还不是很强的时候 我们多来探索一下 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很多的房子 不过刚才追我 那两个僵尸去哪了 看到我有武器跑了 是吧 跑了就不管他了 这边毫无房子 我现在希望 这个系列里边是有枪的 希望现在我们可以获得一把枪 冷兵器在 这个金变系列里边 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用的 刷怪龙 把这个东西赶紧拆掉 这个东西是一个定时炸弹 必须要拆掉 然后这边有很多箱子 我觉得应该是有好东西的 这边还有一个 钻石之心 这个东西应该不错 还送了几个铁斧 还有铁鎬 前期的工具 还有武器 基本上已经有了 我记得这个钻石之心 好像是可以做一个回旋标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木箱 但是打不开 看一下这边的箱子 钻石 五颗钻石 能做一个钻石头盔 还不错 但是这个钻石我们先留着 可能还有其他的用处 这边的箱子难道什么都没有吗 又是属于笔 就不带了吧 兄弟们 这边还有个铁针 这边还有个箱子 看一下这边 来点食物也可以 有一些骨头骨粉 还有一些种子 这个箱子里边的物资 应该是让我们来种田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定居 这些东西可以带一下 这个铁针也可以带上 这个木箱子打不开吗 难道只是些装饰品吗 看来就是这样 兄弟们 里边是没有物资的 那我们就走吧 看一下对面 我不确定这些房子里边 有没有丧失 不会吧兄弟们 怎么就 太阳怎么就下山了呀 我刚进游戏 不管了兄弟们 我们赶紧找一个庇护所 现在我们需要在 另一个房间里边将就一下 这个房间的话就不考虑了 兄弟们 强度坏掉了 僵石随便就进来了 我们赶紧找一下 看一下旁边 还有没有更好的房子 这个房子好像还不错 快快快 走走走 这个房子应该可以定居 一到晚上 僵石特别的狂暴 僵石的数量也有很多 这个房间好像是比较可靠的 可以进来 怎么关不上了 这边好像是一个地下室 兄弟们 还有些蜘蛛网 但是这个门 为什么关不上了呀 兄弟们 等会 先挡一下 在门口放一个石墙 然后看一下背包里边 还有没有什么方块 工作台不行 还有个栅栏 现在的僵石 是没有插方块的能力的 只要把这边挡住 它应该是进不来的 这个房间的屋顶有些漏风 兄弟们 我好像已经听到僵尸的声音了 等会 先把这屋顶 封一下 要不然僵尸从上面跳进来就完了 然后这边 地下室应该不用管 来来来 这边插一下 我已经看到僵尸了 兄弟们 都过来了 他们应该进不来吧 我有点慌呀 兄弟们 怎么下边还有僵尸 等会 这完了兄弟们 我被里外夹击了 现在我只希望 外边的僵尸不会过来 地下室的僵尸 有蜘蛛网 可以粘住它们 我们可以轻松的把它解决 外边的僵尸好像进不来 兄弟们 可以把地下室 可以打到我 不对 它的装备好像有惊奇 兄弟们 有点难打 再打下去我要没了 等等 先把它 完了完了兄弟们 能不能打得过呀 来 再来一刀 最后一刀把它解决 OK 这个没有装备 这样吧兄弟们 我们先把这边的僵尸清理一下 然后我们去地下室 我觉得地下室相对来说 应该是比上边要安全一些的 好像没了吧 走走走兄弟们 我们下去啊 我觉得上边迟早会被攻陷 完了 它的装备 好像也有荆棘 要不然我们跑吧 我觉得 哎 哥 完了 完了 哇兄弟们 这第一天就这么难吗 外边 哎 好像外边没有什么太多的僵尸啊 现在只能采用老办法了 兄弟们 搭高高 搭三个以上啊 哎对了兄弟们 我们有床呀 我们完全可以睡觉对吧 搭高以后睡觉 哇 这边僵尸已经过来了啊 不过数量不是很多 这边好像比较安全 好兄弟们 在这边搭高我们睡觉 先把第一天晚上先给他凑合过去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装备 没有武器 太弱了 来 放张床 我们直接睡觉 不是雪月 我们是可以睡觉的啊 兄弟们 哎 可以进入甜蜜的梦 好的 第二天啊 兄弟们 现在的僵尸已经全部免疫了太阳的伤害了 就算是白天 只要他们夜晚刷新了 他们就不会消失 所以我们现在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那个地下室 看一下那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哦 我在这边看到了个金裤子啊 兄弟们 那这个金裤子我们必须要拿上 能增加一点防御力 是一点对吧 这边就刷管路 先给它拆掉 好了 把金裤子穿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眼 哎 兄弟们 这边是什么情况呀 为什么这个水是紫色的呀 哎 哎 这是毒液啊 兄弟们 我知道啊 这个模组我应该是知道的 这个东西是毒液 那没有猜错的话 这边这个蓝色的应该是可以回血的 哎 太棒了 兄弟们 这个东西是宝贝啊 我们以后可以在家里边多倒几桶水 哎 有僵尸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铁桶 很难受啊 这个智商的水我们打不走 算了 我们先去这个地下室啊 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武器和装备 来 兄弟们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下边还有没有僵尸 我们直接下去啊 不慌 根本不慌 哎 下 哦 下边有一个 哎 又刷了一个 等会儿兄弟们 只要没有金集 哎 完了 我的木斧子已经爆掉了 哎 怎么又刷了一个 完了兄弟们 能不能打得过呀 别刷了 我想先把这个刷光龙拆掉啊 要不然他会一直刷 快快快快 速度要快 快快快跑兄弟们 完了完了完了 哥哥哥 先跑先跑先跑 完了兄弟们 他的伤害好高呀 根本打不过 完了 这下边我觉得现在还不能下来 因为我们根本下不去呀 先吃点东西回下血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先去别的房子看一下 我们先来搜刮一下物资啊 兄弟们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战斗力 真的是太弱了 随随便便就被干掉了 啊 所以我们先 哦 这边有些食物啊 可以全部都带走 我们现在最起码需要一把 乘手的武器 哎 上面还可以上去啊 上去看一下 哎 没有梯子了 等会儿 好 我们直接垫上来啊 兄弟们 有一个箱子 哦 铜军刀 哇 这个东西好啊 我们现在终于武器了 有了武器之后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去 兄弟们 相信我啊 我们去试试 哦 这个房子里边 还有一个地下室啊 兄弟们 有没有僵尸 好像比较安全啊 这什么 头盔 天气传感器 哇 有些东西啊 兄弟们 现在脑袋就多带走吧 把这头盔创一下啊 哎 可以兄弟们 哦 特种头盔 很不错啊 兄弟们 这感觉还是很棒的 好 我们现在有了武器装备 我们重返地下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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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